在祥阳队中有一个替补球员 可以说是配角中的配角 然而他其实完全具备主力球员的实力 而且他也是祥阳下一届的队长兼教练 甚至如果他在比赛最后阶段上场 说不定能够成为赢得比赛的关键 本期SD人物志 咱们就来说说这位实力不凡的藤真替补 伊同卓 伊同卓作为一个二连级球员 能够成为藤真剑斯的替补 且在藤真不在场时 可以担当球队的主力空位 可见其实力是完全得到祥阳全队认可的 在藤真不在场的时间里 祥阳队真正的发动机就是伊同卓 而并不是花行透 花行透只是在藤真不在场时 充当着精神领袖以及主要进攻点的作用 作为空位来说 伊同卓是完全合格的 从藤真打招的祥阳阵容来看 明显是希望通过身高优势 采取高举高打的打法来打击对方内线 伊同卓也严格执行了藤真的战术 每次都稳稳地将球交给祥阳内线 而且伊藤卓本身就有180公分的身高 在空位这个位置上 除了比阿姆矮点以外 比湘北的攻城 林南的植草都高了一大截 对方想要干扰伊藤的传球是十分困难的 所以在场上的伊藤卓并没有出现过任何失误 就这一点来说 伊藤卓就比田刚口中没有失误的植草要强了 上半场祥阳能够压制湘北的原因 除了湘北自身过于紧张的因素 更是因为伊藤卓能够让祥阳发挥自身优势 而在比赛中伊藤卓最高光的时刻 就是投中的垃圾三分球 从画面中我们能明显看到 攻城的防守是失位的 也就是说伊藤有着不错的跑位能力 同时从伊藤流畅的投篮姿势来看 伊藤绝对属于射手型球员 有着一手不错的投射能力 加着本身的身高优势 相同位置的球员防守起来会十分困难 另外从伊藤多次参与回防能够看出来 他的体能也十分优秀 而且他的速度也不差 即使面对速度渐长的攻城也并没有吃太多亏 在防守方面 虽然伊藤被刘川峰和攻城都过掉过 但不代表他的防守就真的很弱 至少在和攻城都落位的情况下 伊藤并没有被突成筛子 加之伊藤就球时拼搏的精神 和绝不服输的性格 伊藤防守一位非王牌球员应该问题不大 下半场因为樱幕的爆发 比赛发生了重大的转折 藤真只好换下伊藤亲自披挂上阵 伊藤也没有了表现的机会 这场比赛最诡异的是 在湘北的三井和樱幕相继下场的情况下 比赛最后的两分钟 湘阳竟然一分未得 湘北也最终以两分的优势取得比赛胜利 那如果佟真能及时改变策略 换上伊藤卓 湘阳是否能够赢得比赛呢 其实本身长谷川就主要擅长防守 进攻能力在比赛中几乎完全没有体现 佟真完全可以在最后阶段 用伊藤来换下长谷川 当时长谷川对位的是木木 木木的防守能力其实也就一般水平 在场上拥有佟真和伊藤两位三分射手的湘阳 很可能让湘北的防守捉襟见肘 而且比赛中 佟真之所以被攻城和木木封盖 很大程度上还是因为自己身高不够 如果换成身高更高的伊藤卓来出手 说不定就能够反败为胜了 而且伊藤来防守木木也完全绰绰有余了 这就是湘阳没有专职教练的劣势 毕竟比赛中的藤真也很难冷静分析局势了 所以也不能完全怪藤真这个兼职教练 在十日后的结局中 伊藤卓成了湘阳的吐槽专家 把湘阳全队吐槽了个遍 这才让我们了解到原来他也是个逗逼 而在最新的灌篮高手原画集里 湘阳铁三角中的长谷川也换成了伊藤卓 可以看出景上未来对伊藤的期待 也间接说明了湘阳队长的交接 希望如果还能继续往后面画的话 伊藤卓能够扛起湘阳队的大旗吧 请你吃湘阳得赶紧找一个好一点的教练才行 最后是伊藤卓的数据 我是猫书 喜欢的话不妨点赞关注哦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